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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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要稍微做解釋一下 是我們這個 這個投影片基本上是一個 主要是康宋康老師製作 然後我們接下來 我們把它一起共同的一個方式 就把它這個做出來了 那 主要是根據 這個如何做正確選擇的 有本書來談這樣子 我先來 我們來一個互動好了 這個我想是非常簡單 也給同學加分的機會 台灣近年來 公安的事情 事件 OK 高雄氣泡 好 還有呢 地溝油 樹花季好 銅葉綠樹 賣假油 OK 這也是我想到的 收水油 橄欖油 樹化季 氣泡這樣子 好 這個是我們這樣讓我們社會動盪不安的事情 它有沒有倫理議題呢 有沒有同學要來 稍微我們來小小的這個課前的斷念一下 如果我們去思考它有沒有 當然郭烈成是這個人甚至有人覺得他該槍斃 連我自己都講這句話了 那 這顯然是違法的事就不用講了 倫理議題通常有時候是還沒到一個違法 那這收水油這件事 地溝油這件事情 除了這個人以外 整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倫理的議題 那五個處長 下台的處長 屏東縣五個下台的處長 或者是那個甲橄欖油 那個樹化季 高雄氣泡呢 高雄氣泡有沒有 前面有點像 高雄氣泡有沒有 倫理的議題 我覺得這很有意思 這很有意思是 我們這行課會談到所謂的工程師守則 工程師倫理 我們這次會請那個 土木工程學會的那個李穗敏 李博士來談 那其實就公安來講呢 化工土木 事實上是很主要的兩個 跟這個息息相關的事情這樣 那這次過程當中有所謂的 我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 那事實上倫理的議題 有些時候事實上也會牽涉到 作為一個工程師 你做你的專業倫理 有些事情你是要去主動的 主動要做有所為的 而不是說 反正沒有查到我頭上就無關了 我想高雄氣泡是主要是這個問題 只要沒有查到或沒有什麼 他就不用交代這樣 那當然就是我們知道說 就是日整久遠 那很多事情就是法令就是規定不嚴格 或是很多方面是可以談了 那 這個是不是在我們的倫理的範疇之內 其實這 這事實上是法律 法律制定不明 那跟我們的這個倫理議題有沒有關係 這我們後面可以還繼續來談 那我後面比較是一個 在我們今天的這個時間上面 我們就大概來講 我們先講一看這個案例一 很久以前康仲康老師擺了這個 也就是說 可能那個是非很清楚的時候呢 那就在於是我要選擇是或非 可是有些時候是 是非好像 不是黑白 是中階這個灰階 我到底是在哪一階 假使你是這位主管 你怎麼辦 你下面有九個人 九個工程師 其中有一位呢 生病了 但他已經沒假期了 他泰來表示說 他真的沒有辦法了 他們家有這樣的情況 希望他先生可以繼續上班 OK 然後呢 公司是有這個 這個業績考核獎金發放 這時候你會怎麼辦 於情於禮 於公於私 假設說你跟這位同仁 不見的是bodybody 因為家如果說呢 我們會覺得說 那又好像 如果說你真的是秉公處理 但是呢 又站在同事的情誼之下 你會做什麼樣的動作 所以我想這個難題在於是說 他的問題其實不是簡單的問題 我們剛剛講說房子也可能 如果他有好起動 那真的不是問題 如果他只有這麼一動的話 那是感覺是滿大 所以可能就是說 這個上面來講呢 是有不同層面啦 那處理上面來講就是 於私或是於同事情 就是講說可以救急 或是公司如果有什麼樣子的 這種類似 類似愛心救助這種款項的話 他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至於繼續上班這個 應該講說舊倫理一庭 我會覺得是說公司的制度面上面 如果無法改的話 這個主管其實就公平公正的原則 他是不太能夠去扭曲 所以剛剛有想到說 跟幾位工程師來談 等於是把這個 這個也許是一個做法 那沒關係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來下一個這個 好這可能簡單一點 就等於是 我想這跟畫工也有關係喔 就如果是工程師的話怎麼辦 這個其實是現在好像還有 我覺得現在還有 前陣子之前是 就特別是聯電嘛 好 這個就是科技公司 那你知道在台灣呢 是有些技術是不准去大陸投資的 但是你如果透過3D 第三D也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如果你是這個老闆 你怎麼辦 這個CEO你會做什麼事 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一題目 可能你不太能夠切身的體會到 因為我們也不是CEO 我們也不是工程師 也不是老闆 甚至也不是主管 可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碰到這樣的情況 欸你騎了好車 這邊寫道路施工車輛改道 你會怎麼做 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有沒有誰要發表一下 我想這不用討論了 每個人的做法不見一樣 你們如果有機會去國外做的話 他不會就這麼一個sign 他根本就把它圍起來 你根本想都不用想了 就走 就是改道嘛 對不對 可是台灣不是這樣 台灣就用那幾個那種 局裝啊 然後就這樣這樣 所以我們往往騎腳踏車的 像我那天真的就卡在中間了 因為我看到這個我就欸 我就還可以走啊 我就往前走 後來發現沒辦法 我就退回來就那個 那其實那個就是說 這其實也在於就是說 也在於是 基本上是我們怎麼樣認為說 當他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準備去看他好 好 anyway 剛剛那個比較好玩喔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要想的是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呢 我們都想做對的事情 對不對 沒有一個人要做錯的事 只是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好 認為上課遲到是錯的同學舉手 哇 你看這我就知道 上學去我就發現這個問題了 對齁 好 認為翹課是錯的事 同學舉手 謝謝謝謝 這個稍微多了齁 好 對啊 所以你看 連上課 翹課 上課遲到 對我來講是黑白的事情 可是對同學來講 就不是了 好好 那麼所以這次為什麼倫理有這麼大的這個難題 就在於是說 你的認知跟我認知好像不太一樣 那 那麼所以呢 所以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也搞不太清楚 到底是對 到底是錯這樣子 然後呢 甚至呢 我們 甚至就是說 聽到這所謂的倫理道德 就是特別是道德這個字眼 我想在這個世代 你聽到這個道德這個字眼 給你是什麼樣子的感受 是反感呢 或是一個中性的字眼 那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呢 我覺得 在我們長成的過程當中 是一個很正面的字眼 每一個人就是 我們就是要成為一個有道德的好公民這樣 那 但是這個世代好像因為所謂的多元 好像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聲音 那我們可能在這個上面 有更多時候我要來 自己甚至需要去省思 來談到 那所以我們這門課其實是 希望說 大家我們一起來討論 關於專業倫理的一個信念跟案例 基本上我們 一般講倫理的課程 它有分兩段 一段是所謂的一個基 基礎 等於是倫理 基礎倫理學吧 那以哲學系孫教師孫老師 他認為說 同學如果沒有上這所謂的基礎倫理課程呢 可能來上這門課就有點 就有點 就這個 基礎層面上面不足 但是我們思考的是說 今天我們面對是台大 等於是各個學院來的學生 我們希望是用這樣子一個 所謂的應用倫理 我剛剛講說 專業倫理是屬於 他們的應用倫理學的一支 那用應用倫理的這個 這樣的議題 為什麼 因為應用倫理 特別是對公文學員 或是我們其他學員 很多時候 他直接是跟我們專業有關 所以那個講員所講的 講的東西 可能讓你更能夠去 去跟他有回想 更能夠有那樣的一個 一個同理的一個思考 所以如果說 這樣一門課 真的是激起你 對一些倫理的議題 更有興趣 或是你覺得說 你要在這個倫理思考 思辨這上面 下更大的功夫呢 那我就會建議你 也許哲學系的孫孝孫老師 或是他們一些倫理的課 你還可以繼續去上 那我知道孫老師曾經呢 他的做法是 他上課的做法是 他啟動一個作業 那個作業我就很有意思 我一直在我們這門課 還沒有辦法 能夠變成那個作業 就是讓全班的同學 只要他在那個學期 能夠寫出一篇讀者投書 然後讓報紙去登起來 那那個就算了 你知道嗎 很多的這個報紙 後面都有一個所謂的讀者 讓你對某個議題 發表你的看法這樣子 好 然後另外呢就是 我們也希望 這是我們的所謂的課程目標了 就是說希望能夠了解 同時可以評估 你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決定 然後也討論 怎麼樣用理性跟負責態度來判斷 然後分辨所謂好不好 或是較好或較差的選擇 好 那後面就來談幾個就是說 做對了有什麼好 我想這個對我們來講應該很明確嘛 李穗明李老師曾經在那邊講就是說 對他來講倫理就是說 他的良心跟他是做好朋友的 好 不會老是變成是一個唠叨的婦人 老是在心裡頭一直在低估 也可以讓他晚上睡覺睡得比較安穩 那這個事實上是 就我們真的是 從你這個 大家都是已經是大三大四 或是大學生了 很多時候 我想我們已經多少可以體會到 那但是呢 有些狀況呢其實是這樣 雖然在道德領域他是無可指責 可是呢卻是錯的 好 那或者是說好像就他的這個方面是對的 道德舞台上卻不是對的 我想這個來講的這個面向來講 就是 也就是說人生其實有些事情呢 他不能就以完全一個黑白來分 譬如說好了 可能對我們剛剛那個案例一 這位主管 他非常有同情心 於是呢 也許在這個所謂的道德領域上面 他完全替他這個同事著想 可是如果說他是一個公司主管的話 那他上就做錯 假使他等於是為了他 就做一些巡師的事情 去扭曲公司一些做法 明明他應該是 因為他的表現不佳 因為他就生病嘛 所以他明明就應該是病 可是他就覺得同事性 就給他一個以 那這個 這個 這個來講 對不起 這個在道德面上好像也是錯的 所以是 好像 這個例子不好 那 我一直還沒想到什麼例子 那但是 但是我想我們多少會碰到有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難題 那有些人講法就是說 道德事實上呢 是為別人做 什麼樣的事情呢 受尊重得滿足 然後呢 也就是一個所謂的一個指標 他讓做的人或是被做到的人 他是一個所謂的事 雙方是有益的 那就是一個做對的好處 那這是沒有錯啊 你在路上 OK 有一個人摔倒了 那你去把他扶起來 他受到幫助了 你也覺得 嗯 童子君日行一散 走的時候就可以稍微這個 肩膀挺 覺得今天做好一件事情 好 那 那這種 這種事實上是有時候做對了 是當下 其實我們就得到那樣很好的一個 一個回報 那 在道德上呢 做對了 好 使人獲益 或使人受傷呢 道德上就是錯的事情 嗯 很多時候呢 嗯 使人受傷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來談 那如果追根究底 我想可能在道德上面會有一個錯 還有呢 這是我們常常會發現的 做對了會受歡迎嗎 嗯 馬總統在他第二任到現在 他的這個民調已經是低到不行了 然後呢 他也許 我相信他認為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做對了 那大家當然要面對一個 他受不受歡迎 那 你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難題 你必須知道 你該做對的事情 好 我剛剛問了 呃 遲到翹課 再來一個好了 呃 考試不作弊 嗯 OK 考試作弊是不是錯事 認為不是錯事的舉手好了 好 謝謝你們 好 但是呢 全班都作弊 你不作弊 你覺得你會受歡迎嗎 呃 就不管他們後面幹嘛 我們坐到前面來 那 你說我們有沒有做對 我覺得我們做一半 好 因為後來我們的學弟妹呢 做得比我們更好 他們就直接去跟老師告發了 被抬擊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某種程度 所以我們講道德勇氣嘛 就是你要你要去做對的事情 其實你必須要承擔那個 就是你並不是要只是取悅他人 那這個事實上在我們這個社會呢 有時候反而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其實社會有個氛圍喔 覺得說大家和平相處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你堅持某些事情 往往是反而變成是你是被這個孤立的這樣子 好 那但是是不是這樣 我們就不用去確認這個 為什麼要討論這個做對的事情啊 因為呢 做對的事情 我覺得他有幾個層面來講 就個人層面而言呢 他事實上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走一條路 這條路是 雖然也許有攔阻 可是他的方向是對的 然後呢 對我們的社會 對我們四周為人呢 他其實是有一個 提醒的一個效果 倘若我們洛根 就像有一個專欄作家叫柏陽 他是對你們來講 可能大部分不記得他 沒有聽過他名字 在我們那個年代 是很有名的一個作家叫柏陽 他曾經講了一句話 他批判中文文化批判到一個地步 就是 就中文化就是一個大將綱 也就是說所有中文在裡面 雖然滿口仁義道德 可是做出來其實都是 都是一塌糊塗的事情 那這就是當我們所謂的鄉院 孔子說這個鄉院得之賊也 意思就是說 你都可以啦都可以啦 好好先生 其實如果我們都是做這樣事情的時候 這個世界顯然就會更慘 那蔡武昌老師會用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來談這樣的事情 那我把那個例子留給他來講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說 其實如果說我們承心自問 我們發覺這個道德感啊 或是想要做對的事情 好像還不曬你的選擇耶 是好像是與生俱來的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來上這樣一門課 可是這樣一門課其實要超 比這個還超越一點 我們今天在這邊不是要講說 我們要做一個更好的人 其實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說 我今天要做一個更專業的人 所以我們等於是 等於是我們也許有些層面 我們在談論的問題 會是在那個 我能不能做一個有道德 我這個就探討呢 但是這堂課其實不會只停在這裡 他會直接甚至去談到這個專業上面 那這個是這堂課 我們給我們自己賦予的一個事情 好 很多時候其實這個比較是 我們現在會面臨到的事情 就是呢 我覺得這是台灣社會面臨到的事情 我們每一個人都認為我們 而且我們也覺得別人應該有他發聲的機會 每一個人都可以說對錯 好 那這個是這個社會 他在這個整個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看到的亂象就是因為 上一堂課 老師有老師的看法 學生有學生的看法 照以往呢 學生的看法都完全不是看法 只有老師的看法是看法 這是一種做法 然後現在是 老師的看法是一種 但是學生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看法 那但是這個呢 是不是也是最好的一個做法呢 我個人覺得是他這句話講的是 非常的可以讓我們來想一下 就是說 如果每一個人都憑自己的直覺 來判斷是非對錯的話 那麼這件事情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以我們目前思考來講呢 是怎麼樣呢 回到我們所謂的基礎的這個 倫理的這一塊 或是道德的這一塊呢 所謂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嘛 這個是我們說這個黃金定律 就是你想 你自己想的事情 對你好的事情 你做在別人身上 對你自己不好的事情 你就不去這樣做 這個是一個合理對待 然後呢 然後當我們做這個所謂的 來判斷這個對錯呢 也是我們需要有的一個訓練 跟我們對自己的一個期許 我們不能完完全全只靠一個所謂的一個直覺 好 那等於是說 倫理是需要去思考的 倫理不是一個直覺 那這個思考 我們要憑藉什麼樣的方式來思考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開這樣課 而且不只是我們這門課 不管在醫學院有醫學倫理 或是我相信在商學院管理學院 他們也有所謂的一個企業倫理這方面 就是在於是說 在這樣一個非常複雜多元的一個社會當中 我們怎麼樣能夠所謂的顧到 所謂的最大公約數 然後呢 多數人利益又不犧牲了少數人的立場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議題 那我很喜歡一句話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立場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立場 但是呢 我們尊重每個人的立場 然後我們也允許對方能夠 能夠來表達 能夠來談論他的立場 也就是說我們不去批判別人的立場 但是我們可以就個人的立場 所看到的這觀點呢 我們可以有些對話 其實這個是那個Michael Sandel 就是有一本書叫正義 我們在我們的課程網站上面 也把他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參考教材 他所 他在裡面所談到就是說 如果說你跟我都不講話 我們已經立場 這旗幟鮮明到一個地步 你是你 我是我 我們根本都沒辦法坐下來談話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沒有交集了 那麼在整個的倫理能夠使我們社會更和諧 能夠大家能夠有更幸福快樂的日子 這就沒有辦法有任何的一個進步 所以我們怎麼樣能夠透過這樣一個倫理思考 我們能夠彼此來共同來面對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是這個倫理的課程 所希望能夠談到的 那我們剛剛所談到的很多東西 其實從這本書上面拿出來的 他事實上是所謂的 making right decisions in a complex world 對不對 我們的社會複不複雜 非常複雜 好 那你究竟你要怎麼樣子 在你的同儕之間 或是你的這個家庭之間 或是你的工作場所各方面來做正確的決定 其實是我們每個人一生的功課 那這裡他列出了幾項他認為的一個做法 第一個你要先搞清楚事實是什麼 你要去面對它 然後你要了解有什麼樣的規則 好 這個要去尊重 然後你要考慮到是你所做的 各種他的一個所謂的pro and count 他的這個後果是如何 那一旦你做了決定 你要有一個態度就是勇於負責 那後面的一個所謂的類別排別 我想是在於就是你要去分析 但是最後其實他很有意思喔 他談到就是說 如果你這是做錯的話 好 那就勇敢的認錯 勇於負責這個態度 然後希望能夠去做補救這樣子 所以回過來就是說 基本上呢 要如果說我們知道每個事情 每個關鍵呢 說實在我們沒有辦法去辨別 所以認清事實其實不容易 好 我怎麼看 我也要了解別人怎麼看 那你不覺得我們這社會事實上 有很多吵鬧不休的事情 其實光是這點都過不去了 會不會覺得 何事到底應不應該見啊 好 對不對 那個紹興南街那裡的這個 或者是 我相信說在 特別我知道對 對各位同學 你們的同儕 你們上面對很多太陽花學運 他後面的事情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在那個 我們還沒來談對錯的時候 其實在事實面上面 我們其實對每一個個人來講 你會說那老師我們都在講天荒夜談 因為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那是不是表示我就真的是沒有辦法 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好 那我自己對這樣的看法來講 就是說如果說我對這個事實 不完全理解的話 起碼當我在說他是對是錯的時候 我會有所保留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態度上面 然後另外所謂的規則 所謂規則 同學有騎摩托車嘛 有開車嘛 你騎摩托車你會跑到快車道嗎 當然對不對 然後呢你開車 你會去站那個腳踏車道嗎 或是說你開車的話 你是在快車道的最左邊 那你會去右轉嘛 有沒有看到 有時候下面的那個標示是 只有往前的那個箭頭 有的標示是可以往前可以往右 還有最右邊是都往右對不對 如果你要在這個路口右轉的時候 你是在最左道的話 你可以往右嘛 理論上不可以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台北市開車 我們都看到有人這樣做 OK 這就是一個所謂的規則性 我講一個笑話 不是講一個笑話 講我自己的事情 我在台灣開車也是橫衝直撞 就是非常不守規則這樣 然後呢 我到美國開車就會規規矩矩的 因為呢 因為在這邊呢 當你做 當你做不該做的事情 某種程度我們大家容忍度有點點高 但是呢 你如果到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國外開車 你就會發覺說 其實因為大家都非常守規矩 大家對那個不守規矩的人的那個容忍度 非常非常的低 那 那我不是在講說我們就應該要怎麼樣 我是覺得是說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文化性 我真的是覺得 我們的文化性 我們的文化性讓很多外國人其實好喜歡台灣 覺得台灣的人情味真濃 就在於為什麼 我們允許我們的boundary 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的這個boundary 我們允許我們的boundary呢 overlap稍微多一點點 意思就是說我幫你多做一點 你也會幫我多做一點 我們就可以相安無事 那麼所以你會發覺是說 這個尊重規則這塊 有時候它有一點點這個文化 或是這個地區性 那為什麼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我如果你們有機會出國交換 或是 就是 就是你會發覺說 如果你碰到有些人 他的這個boundary是很明確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有時候怎麼 以我們的角度來講 會覺得很不盡人景 可是事實上 這個也是在於是說 所謂的 在大家可以認可的部分 所以這個規則呢 他是要尊重的 那在這尊重過程當中 可能你要考慮到說 你所處的環境跟這個社會的這個狀況 還有呢 第三個 當你做正確抉擇一個就是你要思考說 你要負責任 你覺得你該做的事情 你就要有行動 這就是一個負責任 OK 那前面講說採取行動 當然是問題詮釋 斟酌行為 這個是在於就是這前面這個 認清事實的這部分 然後這個 這樣事實上是有幫助於我們做這個 在正確抉擇當中 不是只做這個決定 有後面這個 那正確抉擇也在於是說 你不要先做再想 你要先搞清楚到底結果是什麼 但是這個結果很有意思喔 就是好的結果不是唯一的標準 什麼叫好的結果 考試要不要拿高分 這是好的結果啊 對不對 好的結果 那你的決定是什麼 我昨天睡晚了 我自己最近狀況很差 我又 就好幾堂課沒去上 我在搞不清楚這個考試要做什麼 於是呢 我就做了 不該做的事情 帶小照或怎麼樣 我可能有好的結果 可是呢 這個後果呢 是怎麼樣呢 有可能我就 就第一個我也沒學到 第二個呢 就是出教就是發現了 然後我就要去面臨很多其他的狀況 好 那這裡其實呢 在這邊考慮後果這邊 他也有他的主觀客觀面 那還有所謂的短期的跟長期的這個部分 昨天我們在談 昨天我們在談有個問題 那我講一個例子好了 但這個問題其實這個是不是倫理議題喔 就是很快好了 台灣在未來的15年 2030年 好 馬總統宣誓說 我們的能源政策是要千架風機 陸地上400 海上600架風機 於是我們這些所謂的公科海洋系 就是海洋工程相關系 我們大家都非常興奮 你在這過程當中發覺是說 台灣基本上是沒有重工業的 所以呢 很多的海上施工呢 其實他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必須要從國外引進 那我們就在講說 但是台灣的一個經濟發展呢 過去這麼多年來 其實他是 他比較是重輕工業 這個比較不 favor重工業 所謂輕工業是像電機啊 或這種比較是這個 這個比較小的 那所有的重工業事實上便是 造成目前要面對一些結果 那我剛才把它想過來就是說 今天就有一個經濟部的官員 他今天要做一個抉擇說 我要扶持什麼樣的產業的時候呢 我認定是 我現在就可以拿出成績的 於是他就一直在投機 投資這個所謂的高科技 但是有些事實上是他要 投資大成本 可是他的獲利沒有那麼快的 像造船工業 或是像牆 那當他做那樣子的決定的時候呢 他於是現在就要面臨 面臨他現在目前的後果 這是我們看到 那麼我就在想說 對這個官員而言 他的 就他的專業倫理上面 他究竟要讓他長官 在他這一任下任以前 就有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呢 還是說 他說在十年二十年 其實他已經看不到那個成績單 可是對整個國家社會是有利的 這個事實上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各位台大同學很多可能未來你 未來十年二十年後 你也是就坐在那個位置上 好高道德是不是就是反例 在十年前呢 曾經就有這麼大的一個 所謂的這些風暴 這些風暴其實對各位同學來講已經很久遠了 可是我們看這些事情層出不窮 不管是掏空啊 或是這個專業的這個 這個事務所的這個事情 就是假賬啊 內線交易啊 這些事情事實上是層出不窮的 而且這些人一旦真的被發現了 他們基本上就是 就是人 就是名譽跟這個各方面呢 真的是都完全的就下台了 那這個是在政治性上面 這個還沒有結束嘛 但是有一件事情呢 是大家在談的一個就是 企業要找的是人才 這個人才呢 事實上是他們在看一個人品喔 我們看到呢 在十年前喔 遠見他們寫的這個狀況 品德要從CEO開始做起 他們在看到說 你會覺得說 無傷不堅喔 其實這個狀況 這句話講起來呢 不見得是對他們很好的喔 不見得是很公平的 其實就六成企業而言喔 六成企業以上呢 他們仍然藉由著這種面試來 來審視檢視這個人品 資訊系的鄭宇鳳曾老師 曾老師有一次 曾經在我們這個期末座談 講了他自己 親身經歷的一個事情 他是一個資訊工程師 所以他有一次 有去做一個interview 這interview他有一個 很formal的interview 之後呢 就有他們的這個部門主管 就要他要去吃飯 就是他們就有一個 所謂的部門的同事們 就順便要跟他吃飯 於是他就從這個旅館 接了他以後 到要去吃飯的過程 他就問他一句話 他就說 我要就是 曾女士 請問一下 你對這個所謂的hacker的看法是怎麼樣 你們知道hacker就是駭客嗎 然後呢 曾老師他就做他的一些看法 當然覺得是不同意怎麼樣這樣 那事實上呢 就透過這些談話 是很多企業在做面試他們會做 他要透過這些所謂的 不是很正式的談話 來理解你對某些事情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來決定他們到底要不要用你 然後呢 都有定義所謂的員工的行為準則 然後呢 以開除的話呢 是者重大品德瑕疵的 是一定會做這樣的事情 甚至這個所謂的這個旋轉門條款 或是這個跳槽這個部分 然後高層帶領這個集體的這個跳槽 然後這個基本上 基本上其實就企業而言 你要讓你的整個火車可以走得很好 整個機體可以run得很好 其實你是需要能夠在這個 員工的品格上面有所理解 那 所以CEO的品格操守是很重要的 那這些人的名字在上面 張忠謀很有意思 台積電很有意思 一直都是 這個錢一般來講都是 這幾個名字好像 特別是第一名好像都沒怎麼變 好 那我在最後的四分鐘之內 我很快要講 我們在這門課 我們怎麼樣給同學一個架構 好 那這個架構在下個禮拜 蔡甫、蔡老師 因為這是蔡老師的這個投影片 那她的一個裡面 那我把我們很快講一下 就是呢 我們怎麼樣來決定什麼是合乎倫理 因為我們要為我們所做的 來負這個責任 一般來講呢 我們可以用兩個方式 所謂的非理性跟理性的 非理性不是說她不理性 只是說呢 她跟我們所謂的有系統 然後有一些推理的決策方式不一樣 怎麼說呢 你看喔 是這樣子 所謂的我們把它歸類所謂的非理性 就是呢 第一個是種服從的 意思就是 老師說的算 我爸媽說的就是了 當然對你們來講 現在可能不是這樣 可是這個可能是 在你的這個某個程度之前 我們都這樣做 或者是 你不要覺得一定不是喔 或者是 在你不自覺當中 其實你仍然在做這件事情 在做這件事情 特別是 當你結了婚以後 你如何對待你的配偶 其實往往是 你看你父母親怎麼樣做 你大概就怎麼樣對你的配偶 還有是 Imitation也是喔 就仿效也是一樣喔 那 或是你就是感覺 你就是很直觀的 直覺的是怎麼樣 直覺的 或是你的習慣 這個我們把它 框在所謂的非理性的一個方式 這就是你一個倫理的一個做法這樣 那另外一種我們講說 所謂的一個理性的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 你要去訓練你自己的 訓練你自己來做一個思考模式 那這個就所謂一個倫理學 它是一個研究道德學科 它基本上來知道說我們 大部分來講我們的決策行為 是透過非理性的處理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 把歷史歷代 這些哲學家或怎麼樣 他們的一些思想的結晶 有一些方式呢來提出來 那你會發覺說 其實也許當你在做非理性的思考當中 可能跟這些也有一點點 不完全的一定不是這樣 但是呢 基本上這個透過這個四個理論呢 可以讓我們白件事情講得 頭頭是道 什麼叫頭頭是道就是 我想問這位同學 你為什麼上課不遲到 OK 或是問這位同學說 你為什麼上課不翹課 好 那你當然可以說 我的習慣就是不遲到 我的習慣就是不翹課 好 但是你也可以從義務論 從結果論 從德性倫理 從原則主義來談 我上課為什麼不遲到 我上課為什麼不翹課 我為什麼考試不作弊 OK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這行課上面 希望來幫助同學 我們來一起來學習說 除了我一個 我們當然不能說完全說 我就排品出我的非理性的錯 因為我就是我嘛 我就是這樣做 只是也許在這樣過程當中 也許我們學習一些新的方式 幫助我們讓更複雜的事情 因為很多更複雜的事情 憑著非理性的做法 其實你真是理不清啊 那這個方法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來也許可以來理清一些 那這只是一個想 一個期待啦 總而言之呢 我們希望這個學習 我們是一起來爬山 我們希望來鍛鍊我們那個 道德思考的那個肌肉 讓我們可以呢 透過不同的專業的人士 來這邊的一個演講 然後來幫助我們 我們也希望透過一些實際的案例 我們來學習 那我想今天上課就到這裡 gouvernement 社企業 demonic 尤架 我們來自去 iba 我們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